大家好,我是小勇,现在中午11点半了,朋友们,要吃中午饭了,用粉条跟白菜啊,熬一个灰菜,家里面也没有其他的食材,秀丽呢,喜欢吃灰菜,那个脸现在还大辣的跟驴脸一样啊,咱给他炖一个灰菜,感动一下他,这是前两天剩的猪头肉,把它切好了。 放点这个香叶,葱花,别对没什么菜啊,再加点那个黄花菜吧,黄花菜还是不错的。 大白菜呢,焯一下水,把这个,拿这个水汽味去掉啊,把它好好的焯一下。 你看,看这300,311,是不是?嗯。 没有问题吧?来,我再说一遍啊,比如这一道题,他就给你一个柿子。 粉条要把它搞一下,这是手工的粉条吧,你看,压出来的这么宽这么胖啊。 修丽在老家集上买的啊,多少钱一斤我也不记得了。 黄花菜。 香味出来了啊,加上水。 现在粉条什么都放进去了啊,再炖个二十分钟就差不多了啊,咱就看一看修丽。 起床吃饭吧? 还省得起了啊? 滚,别害我,别害我。 我说你啥好啊,修丽。 啊? 一天天搬那个脸,啥用啊?笑笑不装? 这个香味出来了啊,看一下汤咸不咸。 哎呀,有点偏甜呐。 盐太少了。 每样都搞一点。 不咸。 十三香,两勺。 盐,两勺。 炖好了啊,色香味尽全,船都出来了。 馒头也蒸好了。 这是我们老家的这个芝麻酱饼啊。 下馒头。 跟咸菜一样。 麻辣的有五香的,好吃。 这是黄花菜,吃不够。 一道美食。 太香了。 有这个豆腐乳哈。 配上这个咸菜。 吃上两个馒头。 嗯,还是老味道哈。 腐乳你尝尝吗? 好吃。 吃。 吃啥了,你等的? 我等了,吃够了。 熬了回菜,你也不喝。 不喝。 这腐乳加馒头里面好吃啊。 尝尝啊你。 好吃。 好吃,你尝尝我熬了回菜啊。 你喝了这一碗都想喝第六碗。 嗯。 吃吧,豆豆。 加点汤吧,兄弟。 那里边都没汤了。 我熬了这个味儿。 你吃了第一碗,想吃第六碗。 咋让我熬了这味儿说是吧。 不够了快油了哈。 这有这个豆瓣酱还有豆腐乳你想吃啊。 这都给你放暖。 给你把床哈。 你再拍啊。 呀,好好的不装,非得省啥气啊你说。 啥事都怨我了,中华。 你别在这坐的。 那你收拾完吧,我也不耍了。 大家好,我是小勇。 刚从超市买菜回来啊。 这个白菜呢,花了一块四毛钱。 三,七毛六一公斤,也就是三毛六一斤。 太便宜了哈。 一块多钱买一锅大白菜。 刚刚呢,花的是五十块四毛,啊。 买的是六样东西啊。 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账单。 要了两个韭菜饼。 一包这个烤肠。 中午呢,整个丸子炖白菜。 买了这个丸子呢,便宜啊,十块钱呢。 十五块三毛一公斤。 要了这个便宜的,有那个贵的没要啊。 还有要了点那个大虾。 这个两个孩子在上网课啊。 买了点大虾,小孩子都快吃这个。 饿了啊,先吃这个饼垫一垫。 中午呢,是丸子白菜炖粉条。 明天呢,差不多都可以出去了吧。 这超市呢,就在小区里边。 炸这个饼挺好吃的。 韭菜这热乎乎的。 这个虾,你看一下。 二十五块一斤,贵不贵。 味道还是挺不错的啊。 这秀丽前一段时间在二厂买的葱哈。 把一颗葱吃。 配上葱,吃上那个大饼。 然后再去做饭。 嗯,很香啊。 这个饼,一个饼是两块五毛。 好。 豆豆,下课了。 放过了。 放过了? 嗯。 把炸的虾好吃不? 好吃。 好。 然后说一下? 对,糟度出血。 哦。 还有鱼饭,还有出血,有点几个课。 你脚都难不? 你脚都不难。 你脚都不难? 嗯。 好。 这给人家结结一家一百。 快点啊,快点啊。 我跟他买的, 我拿白家商里还是, 嗯。 我跟他买的。 我跟他买的。 这饼形好吃的,真的,买少了。 好姐。 嗯? 我跟他买的。 都没吵死。 白家商里。 嗯。 小梁。 怎么办呀? 交换了,交换了。 一样。 装满了个头的谁, 啥也不敢。 弟也不脱。 啊? 妈妈,救你了。 他不敢。 他都敢救我了。 不敢几年了。 你敢,啥啥啥啥啥啥。 嘿嘿嘿呀。 炒了之后,得确了不? 没有,那妈不敢炒我。 他不敢,他也炒过你了。 好吃不? 好吃。 爸爸,好不好。 嗯。 你长大了,疼爸爸,疼妈妈。 两个都疼。 两个都疼? 那真是个好孩子。 下回我去潮市还给你买好啥吃。 熟吗?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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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